大家好,我是Philip 趁今天天色那麼好 就決定跟我太太和我兒子上來 深圳玩兩天一夜 我們首先要去酒店放下東西 我們的酒店在前面 對 今晚住的酒店是新式的Instagram風 蛤?Instagram風? 對 但我看現在外面好像不是 不是 那你的外場想怎樣打卡? 這間? 這間 前面503號房 這個是9有3號房 先進去 都可以了 但沒有燈 要插電了 對 進去看看 其實你說這裏 裝修是否好 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這裏就有浪浴間 另外 廁所就分開了這邊 也不用說欠廁用 但這裏呢 看出去呢 就是別人的 後巷位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另外 走前一點 這裡 有個 投影機的屏幕 因為這裡有一個 投影機 反而這裡沒有電視 另外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浴缸 就在這裡 就對著旁邊 你看看 旁邊在看著你 洗澡 旁邊就是別人家的露台 真的嗎? 你過來看看 阿B也覺得很有趣 我們稍後 安頓好一點 之後 就出去 再跟大家說 現在已經大約8點多 回到來 才發現 這些酒店 要是晚上開了燈 才會有感覺 例如像現在這裡 開了燈 就比起今早看下去 就有感覺很多 尤其是浴缸 我關了窗 然後開了燈 這個位置就立即漂亮了 還有床 這些位置 都是一樣 而阿仔 好像現在這裡 他已經在浴缸裡 不停地玩 BB 看看這邊 你在玩什麼 BB Hello B B Hi 怎麼Hello BB 不是 我只是玩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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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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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到這段影片 我們下次再繼續 拜拜 晚上 你這樣開了 投影機 看電影 就真的是另一番享受 因為在香港 我真的很少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裡我就可以做舊本了